我們臺灣的遠東集團 在中國五座城市被重罰 中國國台辦在今天晚間 亦有所指 表示不允許支持 台獨的人在大陸賺錢 這是有媒體詢問中國國台辦 對遠東集團開罰 是否跟懲戒台獨分子有關 中國國台辦表示 中國歡迎臺灣的企業投資發展 但是絕對不允許支持 台獨破壞兩岸關係的人 在大陸賺錢 而中國國台辦進一步呼籲 臺商與台獨勢力劃清界線 國台辦的這一些發言 也引起外界懷疑 中國重罰遠東集團 是否跟政治因素有關